- 問題可以強得多久呢? - 我有一點擔心在這些水平附近應該是在找頂的了 - 因為你看到首先我們看日線圖來說 - 我們兩年前說疫情前後說三月的時候 - 曾經美金當時因為美元坊搶到大概103的水平 - 之後很明顯就有103跌到2020年底 - 2021年初的時候大概是89的水平 - 這段時間你當它用了九個月時間 - 三季的時間就落到89了 - 之後你見到202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年了 - 它就已經延續了一年以上的一個走勢 - 就是說時間比之前的九個月跌下來是更長的 - 但是它反彈的那個力度其實都是去到大概99水平 - 就定了 - 所以似乎有一點都仍然是跌得快 - 但是升得是慢一點 - 如果你看到疫情後當時2020年 - 剛才說的就是在四月至六月呢 - 試過其實它大概在98至100這些水平附近呢 - 都徘徊了兩個月時間 - 所以現在已經升到它這些水平的時候呢 - 你究竟是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夾上去 - 因為尤其今次你看到美匯指數的那個升勢呢 - 不是很全面 - 它不是對所有的外幣都是在升的 - 它只不過是對歐元特別是敏感一點 - 但是對剛才提到的奧紐加 - 受一些商品的升值 - 或者通脹相關概念的外幣來說 - 它升得不多的 - 就是說變成如果你看到美金 - 它沒有進一步的一些新的誘因 - 令到美金要再進一步看好的話 - 其實這個就可能是美金有機會由升轉跌 - 當然中間有什麼原因呢 - 我會從今年年尾的中期選舉也會考慮一下 - 因為拜登其實一方面他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按下一個通脹 - 但是另一邊他也要開始為年尾的那個選票鋪上路 - 因為加息加得太進取 - 其實他的經濟就不是太好的了 - 那另一邊呢其實始終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- 美國呢始終是面對著一個雙赤字的問題 - 如果要据經濟就是又要再花多些錢 - 可能是刺激經濟方案上 - 或者另一邊呢你也看到那個貿易赤字上面 - 其實是沒有改善到的 - 如果那個美金再進一步升呢 - 其實也都只會是進一步不利的出口而已 - 那所以變了我想他 - 美國一樣面對著一個兩難復變 - 歐洲有他的兩難 - 美國也有他的兩難 - 變了其實再進一步急升呢 - 暫時來說似乎就不是對美金來說很著數 - 反而維持在這些水平上 - 開始在賺頂呢 - 我想就會比較著數一點點 - 那所以呢 - 當然現在你說一口咬頂 - 歐元有些什麼條件夾上去呢 - 暫時都沒有的 - 三不怕 - 不怕 - 是得可以ран的 - 詞囂 -C - 下會 - 主要運 - 在凭 поним - 是被描